三星箱破步屋堤防上有著200公尺长的3D彩绘 以在地的特色为主题挥洒入化 将无形的质感文化转换成有形的创意体验情境 透过3D彩绘的墙面已经成为新的达卡热点 为了让周边道路能够融入景观并各具特色 三星箱公所特别在通往彩绘堤防的道路上 种植若鱼松 希望能成为三星箱另外一个若鱼松秘境 沿线新种植的100颗若鱼松 在今日举办认捐树及街牌仪式 将认捐者姓名刻于不锈钢制认捐树牌 长久自怪于认捐树上 预约属于自己的若鱼松 三星箱若鱼松大道是一处极具观光亮点的新趣处 不论是清晨或黄昏时刻 只要漫步在若鱼松大道上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随着四季的转换春夏嫩绿秋冬珠红 不同时节各自风情万种 不仅可以饱览田园风情 才会提防 眺望南阳西 让游客在此驻足榴莲 三星的白年 我们在去年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你去年开始来做几个月 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很多企业界的好朋友 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公司合作 想到成功的一个案例 我们说所有都没有花人物资格人资 全部由企业界和我们地方的人数 广东来给我们人观 希望我们未来这个部队 会变成一个三星很漂亮的景点 建加时可以变成一个三星很极致 让UK来这里打卡 一个很漂亮的游战的观光景点 这些过程我们当然感谢很多 这些企业界的共同来跟我们配合 来跟我们支持 也很感谢我们所有这些 这些详细大的支持 未来三星我们要迈入三星大公园 这些大约会 我们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步 我们六六少要发布 这些三星的新的景点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 带动三星在专业 专行做观光相当时 是在真有阶段的里程碑 哇 现在来三星 来来盖造风华 谢谢三星 以上新闻由正深记者张凯婷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掌声广播电台